美海军康涅狄格号和潜艇发生碰撞事故后 美方采取挤牙膏式的新闻披露方式 极力拖延公布事故细节 对于国际社会最关注的问题 美方则始终没有详尽说明 美方刻意模糊事故发生地域目的何在 海狼及潜艇惯常采取哪些战法 今后如何应对美军类似活动 敬请收看本期央广军事瑞评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央广军事瑞评 我是评论员佟建群 那么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有关方面的 已经宣布了对在南海撞击海底山 潜艇艇长以及另外两位军人的 这个惩戒结束他们的职务 那从事发到调查结果的出来 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 美国认为它潜艇在海下撞了海山 那么从地点怎么撞的 以及对于潜艇有没有发生核泄漏都三天七口 我觉得这个应该跟美国潜艇活动 它的这种诡异性有很大的关系 从海浪的潜艇本身来说的话 应该是在农战期间 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水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潜艇 它的主要使用方式是在对方潜艇基地的门口 平常采取守住带兔的方式 一旦战时可以对进出基地的潜艇进行伏击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因为如果我们看一下南海的地形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有大陆架 有海沟 有群岛 有海盆 那么潜艇只有靠近大陆架 或者是群岛 它才能发生这种跟海底山相撞的事故 事发之后美国潜艇上服的位置来说的话 它是非常靠近包括我们东沙 群岛 西沙群岛 在内的这样一些区域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美国已经在南海部署 包括海浪级潜艇在内这样一些水下兵器 那么它整个一个作战使用来说的话 也是跟这种战期间是一样的 主要是封堵我们的潜艇基地 这说明美国从方方面面 不管是从水面还是从空中 都在对我们进行战争的准备 那么水下的争夺也愿意 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 在相关海域的反潜活动 防止美国潜艇在这地区捣乱 从而保证我们国家的领海主权和国家的安全 谢谢大家